女儿生日当天,宋圣缺席了她的九岁生日party,电话还打不通。 韩寒感觉在同学面前失了面子,小嘴扁了下来,委屈地拽着我问妈妈,爸爸去哪儿了? 是不喜欢韩寒了吗?为什么不陪我过生日? 我只好安慰她,爸爸是去出差了。 可转头却查到了她绑定我携程账号的下单信息。 索菲仁酒店电动水床套房3999元每晚。 最重要的是,她敢直接用我的账号下单,就说明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出轨。 果然,在一整晚音讯全无后,第二天一早,我收到了老公宋圣的消息, 威然回来了,她生病了,昨晚我去陪护她了。 她曾经对我帮助很大,你知道的。 我心中咯噔一声,我当然知道,她的白月光下威然是她的青梅竹马, 两家是市交,曾经帮助宋家度过经济难关,宋圣对她一直充满感激和爱慕。 后来,两人一直未能在一起,她留下了终生遗憾。 我本以为,只要夏威然像之前一样,永不出现,我和宋圣就会相敬如宾地过下去。 可是昨天,她真的回来了。 现在我们在医院里,你过来一趟吧。 宋圣对我的语气几乎是命令。 我赶到那家私立VIP医院时,夏威然因为昨晚剧烈运动过度贫血晕厥了, 正在抢救室里输液,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夏威然就软软地呻吟了一声。 她精致的小脸上满是苍白,紧紧抓着宋圣的手,嗓音沙哑,哥哥我肚子好痛。 别怕,我已经把人给你弄来了,待会就会好的。 宋圣柔声安抚她,其温柔神态我从未见过,见到我来,她立刻皱起眉,声音也拔高了几个度。 威然晕倒了,血红蛋白现在很低,医院血库里急缺O型血。 许悦,你救救她。 看着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夏威然,医生又说情况紧急,我恰好是O型血。 人命关天,我只好给她献了一小袋。 输完血后,我嘴唇泛白,立刻感到有些头晕。 病房外的走廊上,宋圣这才如释重负。 刚才多谢你了,威然能够转危为安,多亏了你来得及时。 我只盯着她的眼睛。 老公,寒寒的生日宴会你为什么没有来? 忙工作忘记了,回去我会好好补偿寒寒的。 我不甘心,继续追问,你别骗我了。 还有夏威然,医生说她是因为剧烈运动导致的黄体破裂。 大半夜的孤男寡女,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够了我和威然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过问。 宋圣冷笑道,当初还不是你把我灌醉,勾引我跟你在一起的。 你本来就顶了威然的位置。 要不是为了救她,你以为我想看见你这张脸吗? 你只会让我感到恶心。 我愣住了,白月光一朝归来,她竟然翻脸无情。 当初宋圣醉酒强要了我,事后还忽悠我说是夫妻之间的义务。 之后,她还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要了我一遍又一遍,直到有了寒寒。 也成了我一厢情愿。 我扭头看向病房,原本安静躺在那里的夏威然, 不知何时自己坐了起来。 那张苍白的小脸上还冲我挤出一个笑容。 宋圣亮下话就离开了,说要去为她炖排骨汤补身体。 我走进病房里,和这个女人第一次相见。 夏威然果然长了一张绝美的脸蛋,皮肤白净, 尤其那双下垂的杏眼,看着又温又软,长裙下得苏胸半露,娇若一推。 倒是男人最爱的那一款类型。 即使在病着,可我还是看出来她化了尾素颜淡妆,显然是个心机绿茶。 我开门见山,你突然回国,又处心积虑回到宋圣身边,到底是为了干什么? 夏威然笑了笑,当然是为了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我的男人,你的男人。 我不禁嘲讽。 宋圣说你当时是抛弃了她之后去异国发展的,早已分手,如今我和她才是合法夫妻,你作为小三的身份插足进来,不觉得可耻吗? 没想到她丝毫不觉得羞耻,而是挺了挺雪白傲人的胸脯。 时过境迁了,即使宋圣从前只是跪舔我的一只狗, 现在我也不会把她拱手让给别人。 我知道,你即将什么都没有了。 因为哥哥为了我,上刀山下火海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我挣住了,站在原地攥紧了手,指甲都把掌心掐出了血。 我知道,宋圣并不爱我,他和我是契约结婚,美其名曰家里催婚, 让我跟他假结婚糊弄过去,结果是他先跃出雷区,假戏真做,后来才有了女儿寒寒。 二十多岁的我,恋爱脑上头丝毫没有介意他心怀白月光这件事。 现在宋圣事业有成,公司红红火火,这位旧日的白月光就找上门了。 这十年以来,我为他和他的家人操心费事,养育我们的女儿,难道我的一切付出都一文不值吗? 像你这种庸俗的女人,怎么妄想抵得过我们的青梅竹马之情? 别做梦了,没有我的时候,你只是个平价替代品,有了我,你什么都不是。 夏威然笑得格外温柔真切,诠释了什么是观音面容,蛇蝎心肠。 我突然想到,为什么茫茫人海中,宋圣偏偏选了我当结婚对象,是利用了我单纯好骗,还有我对他的喜欢,感情里,我是个失败的博弈者,错就错在太高估了一个男人的责任心。 回到家里,一片狼藉,女儿今天没有去上学,孤独地坐在沙发等我们回家。 我前脚刚进门,宋圣也恰好开门进来。 爸爸,你昨天怎么没回来?你去哪了? 韩寒激动地跑过去,一把抱住他。 宋圣抱起女儿,愧疚地说,对不起,韩寒,爸爸昨天忙于工作,没能陪你过生日,等这个周末,爸爸一定带你去游乐场玩。 你明天乖乖去上学,不能再像今天一样,逃课了好不好。 韩寒终于破涕为笑。 宋圣对他这个亲骨肉倒是颇为疼爱,从小到大,他都最听宋圣的话。 看着女儿对他依赖的神情,我又生生夜住了要问的话。 宋圣一句话也没有跟我多说。 想了一夜,第二天,我决定跟他摊牌离婚,并争夺女儿的抚养权。 毕竟,让孩子在这样勾心斗角的环境里成长,也是不利的。 宋圣,我累了,既然夏威然已经回来了,你要追求你的毕生挚爱。 我成全你,我们离婚吧,女儿归我。 还没等我打完字发出去,我就接到了学校老师的电话。 那边十分焦急,徐女士,你女儿在体育课上突然晕倒了,我们已经打了120送她去医院了。 你快来一趟吧。 我驱车赶去了医院,没想到这一句竟让我生活的底线彻底崩碎。 九岁的韩寒在这次晕倒之后突然查出了白血病,是我难以置信的,接二连三的打击让我喘不过气。 我的女儿,她才只有九岁,按照这边的习俗,十岁生日会大办,还没有等到十岁时爸爸妈妈家族的祝福。 凌晨四点,我摊坐在ICU的病房外,头脑嗡嗡作响。 我深知,如果骨髓配型失败,这是几乎治不好的绝症。 我在吴军病房外,看着女儿昏睡的小脸,那继承了宋盛的两个浅浅的梨窝。 她的小嘴在氧气罩下一张一盒,分明是在喊两个字,爸爸。 我的泪水忽然就夺旷而出。 我颤抖着拨通了宋盛的电话。 女儿想见她,无论我们之间有什么恩怨,现在都是以寒寒为重。 可我没有打通。 而是收到了一张床照。 宋盛微信发来的视频里,她精壮赤裸的怀抱里,搂着小鸟依人的夏威然。 她粉红的唇半微张,娇软呢喃着。 哥哥在帮我精油按摩,你有什么事吗? 我已顾不上这样的挑衅。 让宋盛接电话,我有话要对她说。 可当宋盛接过时,我如耿在喉, 她不耐烦地打断了我。 你占有宋太太这个位置已经够久了。 我给你五十万,你赶紧净身出户。 其他的东西都是属于微然的。 连猪炮式的言语间,她威胁我离婚。 如果不净身出户,就让我背负上巨额债务。 之前我担当了她一家分公司的法人代表, 但是亏损了,她就要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压制我。 我哽咽地说,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但是我要寒寒地抚养权,寒寒病了, 还需要五百万的治疗费。 然而,宋盛现在温香软郁在怀, 根本听不进去, 甚至对我冷嘲热讽。 呵呵,许悦, 你这个贪慕虚荣的女人, 跟我死缠烂打, 不就是为了钱吗? 竟然还编出寒寒生病这种瞎话。 我要给夏微然完整无缺的爱, 如果你不肯为微然让位, 你一个子也别想拿到手。 为了钱, 我和宋盛在一起时, 也是个富家千金。 后来,我爸因病去世, 留下偌大的公司和财产全部给了我这个独生女, 我又全权交给了宋盛。 因为信任她的商业才能, 契约结婚就是各取所需。 她也的确带着我父亲的公司越做越强。 宋盛挂掉电话后就再也打不通, 接连几天都是如此。 治疗女儿的病需要高昂的费用, 即使我手头有些积蓄, 也远远不够。 我和女儿先进行了骨髓配型。 病房内, 含含原本圆润饱满的小脸蛋, 这些日子住院都变得憔悴。 妈妈,爸爸为什么还不来看我? 她知道我生病了吗? 一时间, 我望着女儿清澈的眼神, 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该怨谁? 怨我错把鱼木当珍珠。 只是她既然从未爱过我和含含, 当初又为什么招惹我? 害我错付了终身。 我强人眼泪, 安慰她说, 韩寒乖, 爸爸只是工作太忙了, 不是不来看你。 韩寒带着氧气罩, 虚弱地点了点头, 目光还不时盯向门外。 当我再次颤抖着拨通宋圣的电话, 里面传来女人的声音, 她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慵懒。 你是见不得我们久别重逢过二人世界吗? 宋圣已经说过, 要跟你离婚了, 不要再死缠烂打了。 宋圣又去陪她了, 我苦笑。 至于你女儿的病情, 应该很急吧? 没关系, 只要宋寒死了, 世界上就再也不会有人 和我们未来的孩子争夺财产了。 她轻慢的话, 每一个字都如锥子刺在我的心上。 这几天, 我通过助理向宋圣帝过多次消息, 想告诉她女儿的病情, 没想到她竟然。 不管不顾, 原来那些消息都被夏威然拦下来了。 我咬牙, 宋寒是她亲女儿。 你以为能瞒得住一时, 还能瞒得住一室吗? 夏威然却毫不犹豫地轻笑起来, 瞒得住一时就够了, 只要拖到你们离了婚, 更何况那个小的拿不到治疗费, 应该没有几天可活了。 电话在她肆意地笑声中被扣断, 我泪流满面, 她想亲眼看着我们母女灰飞烟灭, 骨肉分离。 医院传来了我和女儿配型成功的消息, 寒寒需要我输血和骨髓移植。 粗略估计下来, 治疗费至少几百万, 那边逼着我净身出户, 这边又有几百万逼着我骨肉分离之痛, 难道老天爷一定要榨干我的身心, 要我死吗? 我痛苦地蜷缩在医院走廊里, 感到深深的绝望。 这时, 宋盛却突然给我回拨了电话, 语气十分焦急。 许悦, 你跟我说清楚, 寒寒她到底怎么了? 寒寒她? 我心头猛然一颤, 急忙说出, 女儿要进行骨髓移植, 需要用钱。 任何面子和纠纷, 现在都不如女儿的生命重要。 通话那端, 却突然传来一阵轻软的娇嗔。 哥哥, 我的头突然好晕, 好像贫血又犯了, 怎么办? 紧接着, 宋盛的手机怦然掉落到了地上。 薇然, 薇然, 你怎么了? 老万, 快叫医生来。 听着对面挂断的盲音, 我忽然失笑。 那一个女人假装晕倒, 她是若珍宝, 可亲生女儿真的病倒了, 她却冷漠地说, 我是装的, 何其可笑? 宋盛终究没有听到我的话, 我发过去的无数短信都石沉大海, 想来是早已在那个女人的监视之中。 可我不相信信息时代, 传播媒介如此之多。 难道夏威然真能封锁我们之间的联系, 成为铜墙铁壁? 看着女儿日益虚弱的身体, 我决定亲自去跟宋盛说明真相。 既然她是寒寒的爸爸, 就有义务和责任知道这一切。 光明正大的找。 既然找不到人, 这一次我选择了跟踪。 我通过携程定位, 查到了他们下榻的酒店。 晚上打扮成保洁员的样子, 潜入了他们的楼层。 本打算敲门进去, 可是到了门口。 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她还不肯同意离婚吗? 是太太一直念叨着要钱要五百万, 不要到钱就不罢休, 说无论用什么手段做鬼也会缠着您。 说出这话的是老万。 我几乎目自尽列, 平日里我照顾有家的助理, 为了讨好夏威然, 竟然帮着她撒谎。 宋盛不屑道, 真是可笑, 你去告诉许悦, 就算她死在外面大街上, 我也不会对这个蓄意爬床的女人多看一眼。 似乎是因为仅存的一点良心, 她还顺嘴问了句, 很久没去看我女儿寒寒了, 不知道她怎么样了。 夏威然却笑吟吟回答, 我已经打听过了, 寒寒那孩子没什么问题, 就是小感冒, 那个女人夸大其词就是为了博取同情, 跟你要钱。 利用小孩子做文章, 欺骗哥哥的感情, 真是可恶。 果不其然, 宋盛不假思索, 相信了她的话。 这个贱人竟喜欢用些下作的苦肉济薄同情, 以为我会上她的道吗? 那女人又壮似无意地问, 那如果是宋寒珍出了问题,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宋盛, 十年夫妻情义, 你随手抛弃, 我以心死如灰。 可是寒寒, 我们的女儿, 你究竟对我们的亲生骨肉是什么态度? 宋盛犹豫了片刻, 还是坚定地对夏薇然说, 就算真出了问题, 我也不会在乎她的死活。 我只在乎我们的孩子。 薇然, 我希望你快些给我生个孩子, 无论男女, 我一定视她为掌上明珠。 耳边只剩下了屋内男女痴缠的亲吻声。 暧昧且刺耳, 她对寒寒根本毫不在乎。 我正在原地发疯似的想冲进屋内, 势必要跟这对狗男女同归于尽。 结果还没等我推门, 就被人从后面打晕了过去, 失去了意识。 当我醒来的时候, 是在一个茶水间里。 她的白月光下微然, 也就是害我和女儿落到这般田地的罪魁祸首。 此刻正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她甩给我一份四纸的文件, 这是离婚协议书, 签了我就放了你, 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我在头晕目眩中占定了身体, 婴生说, 不拿到属于我和女儿的合法财产。 我是不会签的, 这是法治社会, 夏小姐还以为能玩绑架灭口这一套。 你还真是由言不尽啊, 满心满眼只有贪图哥哥的钱。 你, 你敢说不是为了他的财产才回到他身边? 争论不下, 夏威然似乎妥协, 痴然地说, 只要你答应立马和哥哥离婚, 我就把五百万打到你的账户上。 否则我一定会让哥哥和你纠缠下去, 至于是否耽误了你女儿的病情, 可就不得而知了。 夏威然做出了让步, 而寒寒的病情来势汹汹, 确实已经拖不下去了。 我顾不得什么, 就答应签下了, 要求他立刻转账给我, 我通知公司财务给你转过去。 但是记住, 这笔钱不能让哥哥知道, 包括你女儿的情况, 现在你就去跟他签协议。 我低头, 看到手机上到账的五百万, 喜极而泣, 顾不上其他人。 在极度绝望的时刻, 是没有理智可言的。 心乱如麻的我, 只想快些给女儿支付手术费。 当我把离婚协议摆在宋圣面前时, 他明显手指一颤, 接着就是滔天怒火。 你答应了净身出户, 只要寒寒地抚养权。 由于之前听到了他的绝情, 我心知在说什么也是无用的, 只想快速跟他签下协议。 宋圣, 从此以后我们桥归桥路归路, 我会和女儿重新开始生活, 从你这里获得的伤害, 我会铭记一辈子。 夏威然就站在他身边, 将尖尖地下巴垫在他的肩头, 笑意不减。 宋圣签下协议后, 紧紧皱眉盯着我, 仿佛想从我身上看到那个从前 对他趋一逢迎乖顺的贤妻良母。 许悦, 我们才几天没见, 你怎么就憔悴成这样了? 我站起身准备离开, 他突然冷不丁拉住我。 我不禁摸了摸自己的脸, 如今我为了女儿不眠不休, 当然是身心俱疲, 逼不得他身边站着的家人。 红唇妖艳, 香气震震, 宋总风采依旧。 我老了, 也累了, 为你和这个家操心费力十年, 搭上了我的青春, 我的一切。 现在宋总带着我父亲留下的基业做大做强, 把遭康妻扫地出门也是应该的。 我轻笑, 毫不犹豫地甩开他的手, 提起包离开。 宋盛不再说话了。 我没有再看宋盛的神情, 走到电梯时, 发觉自己早已是泪流满面。 和宋盛离婚后, 我赶紧支付上ICU高昂的费用, 顺便将女儿的骨髓移植手术提上日程。 夏威然转过来的五百万正在日积月累地消耗着。 然而直到一周后, 网贷机构给我打来电话, 我才猛然发现, 这五百万竟然是夏威然用我的身份信息借的网贷。 现在已经利滚利多了几十万。 因为是黑心机构, 它利用我在宋盛公司里的个人信息做这一切是神不知鬼不觉。 我猛然醒悟, 她这样为钱而来的女人, 怎么可能舍得放血? 但我管不了这么多了, 一心只在女儿的移植手术上。 韩寒一直不同意我, 进行骨髓移植, 一直在摇头劝我。 妈妈, 你首先要爱自己, 其次才能爱别人。 我知道你很爱我, 这一辈子来到世界上, 能做你的女儿, 我已经很幸福。 你不要再为了我伤害自己了, 我流着泪。 握紧她的小手, 妈妈不可能放弃救你, 只要有一线希望尚存, 就一定会试试。 这辈子遇见你, 能够为你付出这些, 我也很幸福。 韩寒最后没有力气劝了她, 因为化疗掉光了头发, 人也日渐消瘦下去。 曾经朱元玉润的小公主 成了我怀里瘦瘦小小的小人。 我开始心骄得期盼着移植手术, 又害怕手术的高风险。 可是或不担行, 似乎命运偏要挑苦命人。 4月17日, 韩寒的骨髓移植手术最终失败了。 她手术之后, 产生了严重的感染和排异反应, 直接导致了多器官衰竭。 现在已经是回天乏术了。 我给宋盛打去了电话, 希望她能来见韩寒最后一面, 却发现她早已把我的号码拉黑。 最后的最后, 9岁的宝贝女儿大概已经明白了一切, 落下了眼泪, 问我, 爸爸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来看我呢? 她会有新的家庭和新的孩子。 我哭肿了眼睛, 颤抖着将她冰凉的小手贴在脸上, 却还是无法阻挡她逐渐失去的体温。 再见了, 妈妈, 我永远失去了我的女儿。 我聪明懂事的小棉袄, 我的掌上明珠。 她还在等爸爸周末带她去游乐园, 还在幻想着在自己十岁生日宴上穿爱莎的裙子跳舞。 可是她到死, 她的爸爸都沉浸在温柔乡里, 没有来看她最后一眼。 寒寒迷流之际, 说最喜欢大海和海鸥, 希望我把她洒进大海里。 我用剩下的钱租了一艘游轮, 孤身跪在甲板上, 将小小的骨灰盒捧在掌心, 任海风吹走她的骨灰。 寒寒随着眼前一黑, 我终于放声大哭出来。 我什么都没了, 也什么都做得出来。 清醒之后, 我决定让伤害过 我和寒寒的这对狗男女血债血偿。 听说夏威然已经怀孕了。 宋盛和她准备举办婚礼, 满城皆知, 地点在本市最豪华的超星级酒店。 我乔装打扮混进了现场, 打算亲自揭发这个伪君子的深情面具。 可是在交换戒指的时候, 宋盛竟然犹豫了。 宋先生, 您是否愿意 娶眼前这位美丽贤良的女人 做你的妻子, 与她相携一生, 无论她衰老或是疾病, 永远不离不弃。 这是我买通婚礼私仪 特意设置的台词。 因为这就是 当初宋盛取我的婚礼上私仪的念词。 夏威然浑然不知, 身穿高定白色婚纱的她, 此刻美艳不可方物, 满脸都是即将嫁入豪门的喜悦。 可她们的幸福, 却是踩着我女儿的幸福助就的。 宋盛犹豫了, 不知道这一刻在想什么。 对不起, 我想我还没有考虑清楚, 抱歉。 随着麦克风传来一阵刺耳的声音, 话筒被扔在地上, 而宋盛头也不回地抛下所有人, 匆匆逃离了婚礼现场。 我看到, 身为新娘的夏威然一脸猛目然地站在原地, 这样的屈辱, 今日她也能体会一二了。 众目睽睽之下, 这位小三上尉的新娘竟然摘下了头纱, 亲自跑出去追宋盛。 我继续, 跟踪着夏威然, 想看看她能做出什么狗急跳墙的事情来。 宋盛出去之后, 就被一个公司从前的女下属堵在了走廊里。 这也是我的安排。 当初她出入公司, 当时习生就起了歪心思, 给身为总裁的宋盛酒礼下了药, 想借此攀龙赋奉, 一步登天, 没想到宋盛却阴差阳错被我拂回了房间。 这名女下属后来被我调查后亲自开除, 后来结婚生子, 因为哺乳期找不到工作, 欠了不少房贷, 还得到过我的帮助。 我说, 知错就改, 善莫大焉。 现在我们都是当妈妈的人, 应该互相理解帮助。 她对当初做过的事情懊悔不已。 我也是一直因为那件事被宋盛误会, 如今是我叫她过来演戏报答的时候。 此刻女下属不顾一切将宋盛堵在了走廊, 深情款款地表白, 宋总, 我知道您又要结婚了, 从前我就对你情根深重。 我想告诉你, 我真的非常崇拜你。 而这一切都被冲出来找她的夏威然, 看在了眼里。 她气急败坏地指着他们道, 你们这对奸夫淫妇, 宋盛, 你都要跟我结婚了, 怎么还跟女下属拉拉扯扯? 你心里究竟有没有我这个人? 宋盛似乎根本不屑于理会这一切, 只厌恶地推开那女人。 我不认识她。 夏威然此刻却杀红了眼, 像个泼妇一般抓住了女下属的手腕。 你现在就当着我俩的面说清楚, 否则, 我就抓你去警局, 告你寻衅滋事, 让你的家人朋友都知道 你是个勾引别人老公浪荡, 不知廉耻的女人。 我站在一旁隔岸观火, 默默冷笑。 原来她也不喜欢自己的丈夫搞外遇, 却不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果然, 女下属惊慌之下, 扑通一声就给宋盛跪下了。 她痛哭流涕地说出了 自己当年给她下药未遂的事情, 包括对宋盛的寄予之心, 以及我不计前嫌给她的帮助。 十年前的夏天, 我错了心思, 给宋总晚宴的酒里下了药。 本想着一步登天, 但是并没有成功, 因为后来是许小姐 进去给您端的醒酒汤。 宋盛的脸上从凝重逐渐化为了震惊。 这么多年以来, 她一直以为我是主动爬上她的床, 厌恶我蓄意勾引。 可实际上, 我是被害的。 也是那一夜过后, 有了寒寒。 她更加确定了我是为了怀孕来掣肘她。 因为真心为宋盛声誉着想, 我当时为了不造成更大影响, 把一切委屈默默承受了下来。 我没有再继续观望下去头疼得很。 陈锋多年的真相被解开了, 可是宋盛已经用这件事折磨了我十年。 宋盛离开婚礼现场后, 主动联系找到了我。 她真诚地向我道歉, 语气十分懇切。 对不起, 许悦, 我误会了你, 十年之前的种种都是我错了。 我不会让你净身出户的, 该有的财产我都会给你。 我皮笑肉不笑地说, 你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宋盛摇了摇头, 我没有跟她领证, 我觉得还是要好好想想。 寒寒从上次回国, 我就见了她一面, 我想见见她。 她迫切地往我身后车上看, 我一字一句地告诉她, 宋盛, 你已经失去寒寒了, 就在前天, 她的骨灰已经洒进了大海, 你想见她, 就跳进海里赎罪吧。 宋盛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似乎在看一个精神疾病患者。 许悦,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是不是恨我恨疯了? 这种恶毒的话你都说得出口。 寒寒在哪里? 你现在就带我去见她。 她愤恨地骂着我, 还来冲我遗址气使。 我面无表情看着天空的方向。 寒寒, 你爸爸来了, 我带她去见你。 我亲自领着宋盛去警局给女儿吊销户口, 递交了医院的死亡证明。 直到看到女儿身份证和户口被吊销的那一刻, 宋盛才如梦初醒, 呆呆地站在原地。 寒寒, 我的宝贝女儿。 我又抓着她的手离开警局, 开车带她去了海边那片寒寒的骨灰撒象的海域。 这里就是寒寒长眠的地方。 她喜欢大海。 你带她看过大海吗? 十年以来, 你都因为你的那些大男子主义恶心的猜忌, 还有心里的那个女人, 对我和女儿不闻不问。 现在, 她永远离开你了。 她白血病住ICU的时候喊爸爸。 你在河下微然开房, 她临死之前嘴里还念着你, 说爸爸再也不会来看她了。 宋盛, 我真想把你的心挖出来看一看, 你到底有没有心? 我流着泪丝吼, 宋盛则轰然跪倒在海边, 把手深深插进头发里, 哭得像个骆驼。 我说的话, 每一个字都扎在我心上, 也清晰扎在她的耳朵里。 在寒寒生命的最后一个月, 她每天都会看着ICU的门口, 因为她想见爸爸。 可是夏威然一直阻拦, 还拿五百万。 威胁我, 老万也在帮腔, 你宁愿相信他们, 也不愿意亲眼去看一看养育了十年的女儿。 我嘲讽道, 大海在乌夜的海风里哀鸣。 寒寒是你在哭泣吗? 你的爸爸终于明白了一切真相, 可是太晚了, 太迟了。 宋盛回到了举办婚礼的酒店, 夏威然还在那里哭哭啼啼地等她回心转意, 坚持要等她回来那一天, 她被失去理智的宋盛踹倒在地上, 疯狂殴打着, 还被高脚背的碎片戳瞎了双眼。 救命, 宋盛, 你疯了吗? 我的眼睛。 痛苦的身影传遍了整座城市, 鲜血淋漓, 却不及我心中痛苦的十分之一。 夏威然被戳瞎了眼睛, 还被折磨流产了。 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DNA检查报告出来显示, 她腹中的孩子和宋盛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原来, 夏威然在国外早就结过婚了, 这次回国蓄意勾引宋盛, 就是因为老公破产了, 急需资金流转。 这孩子也是她假离婚的前夫的。 出轨的宋盛终究也被自己曾经爱而不得的白月光 戴上了一顶结结实实的绿帽子。 小雨纷纷落下时, 我到墓园里给女儿的衣冠种扫墓, 轻抚摸着上面的照片, 含含, 妈妈让恶人有恶报了。 宋盛不知何时也来到了墓园, 在身后为我撑起一把黑色雨伞, 想要扶我起来。 许悦, 别哭了, 原谅我, 让我用余生补偿我造过的罪孽。 她替我还清了五百万粒滚粒的黑网袋, 还把所有公司股权都送给了我。 此刻, 宋盛跪在寒寒的墓碑前红灼眼, 求我原谅。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后悔没有在寒寒生命的最后陪在她身边, 后悔没有参加她的生日宴, 带她去游乐园, 也后悔误会了你。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你才是那个值得我钟爱一生的女人。 她深情地说, 伸手想拥抱住我单薄的肩膀, 可被我狠狠推开。 你若是真想赎罪, 就亲自进监狱日夜忏悔, 让寒寒看到你的真心。 我没有选择原谅, 而是撂下这一句话, 消失在了羽目里。 钟爱二字从她出轨的那一刻起, 就早已不配说出口。 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 后来, 宋盛主动去自首了。 她因为故意伤害罪被依法逮捕, 接受法律的审判。 她将在漫漫牢狱中为我的女儿赎罪。 几年后, 我在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小女孩, 她眼角长着一颗一模一样的肋脂, 笑起来的时候还有两个浅浅的梨窝。 有无数个瞬间, 我都觉得是寒寒重新回到了我身边。